先喊一聲日文在甩麵 堅持日本拉麵精神 一粒一休上路後 在台設點的日本拉麵店 人事成本跟著大增兩成 日本正宗拉麵來台設點 就算從東區搬到百貨公司 壓低電租 但一粒一休後 人事成本大漲 業者也不敢喊漲 多出來的成本只能自行吸收 他們有很多都是經由勞資協商 然後去執行業務的 而台灣現在是 變成把企業體都當作是怪物 是怪獸 雖然近來日本也積極改善 勞工就業環境 不過看到兩國訂定的 每月加班上限 台灣上限是46小時 但原本日本政府提出的60小時 在勞資雙方決定後 若是在旺季的繁忙期間 眼裡提高到100小時 反觀台灣卻似乎沒有 彈性空間 所有的規定規定的死死的 讓所有的企業 讓所有的勞工都沒有辦法 去有任何的彈性 可以去做協商 那他們想要多賺錢 也沒有辦法 因為他如果多上班的話 就會變成是違法 國內令家參與集團 引進大陸香港等品牌 進駐台灣 對於盈利益休的影響 同樣感受很深 台灣一個月加班 不能超過46小時 相較於新加坡訂訂的 72小時也差很大 在和香港相比 若是在假日上班 香港勞工處規定 要令牌休假日 但是不得以工資代替 台灣則訂定 周日上班雙倍薪 再多一天補休 香港的員工 如果他願意多加班的話 公司簽訂一個勞動企業書 在一個合理的範圍之內 儘管勞基法新制本意 是要改善血和環境 但是獨不周全 不只讓餐飲業 醞釀漲價潮 衝擊最大的 就是國內中小企業 生產力變低 長時間下來 一步法令恐綁死 國際競爭力 記者洪西與李文科 台北報導